一开头 我们依然着重讲一讲 哈尔科夫州区域内 反击战斗里 一 无军解放于村庄 升旗的时候 百姓都来欢呼鼓掌 二 依然有很多俄军遗留的弹药库等待被发现 下面就是哈尔科夫战区 民宅里发现的一处俄军军火库 三 另一个弹药库 似乎是在学校幼儿园里发现的 四 相间 一处一气的俄军基地 还有至少两辆坦克没带走 五 缴获的指挥车 据说只是没油了 其他都是完好的 从外观上 确实也看不出任何毛病 六 一辆刚刚反正的俄军BTR-80轮式装甲车 白石子墨迹未干 就被用来投入战斗了 七 乌军已经在尝试挽救性维修一些缴获的武器装备 这辆俄制坦克发动机喷了半天的白烟 最后终于喷出了火苗 成功发动了 估计不久他就会为乌克兰军队服役 狠狠打击他原先的主人 就算无法做到 还可以成为零件提供者 让其他同型号的武器装备正常攻击 一般 根据一份不完全讨计 卡尔高峰反击战斗 缴获了如下数量的俄军重行装备 伴随着反击 一些原本掩盖在战区黑幕下的东西被揭开 如下图 在一九亩的森林里发现了大量失踪人口的坟墓 是的 如你所猜测的 俄军占领这里半年之久 时间足够让他们干不少坏事 现在乌克兰已经开展了在被解放区域开展失踪和死亡人口的调查工作 我衷心希望不要再有一个不查 但根据过往经验判断 死于非命的平民一定不少 如有这方面的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说到战争受害者 我们来看一个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村庄 它位于东部 名叫Bohorodich 意思是上帝诞生的地方 教堂的金色圆顶已经倒塌 似乎是村里最后剩下的两位居民 尼纳钢查尔 内纳钢查尔和他的儿子尼古拉 迈克勒 站在他们破碎的房子前 58 碎的尼古拉说 俄罗斯人来了 他们杀了我的兄弟和嫂子 俄罗斯士兵想把他哥哥的家作为一个基地 但在屋子的主人拒绝后 他们摧毁了房子 同时杀死了这对夫妇 他和他92岁的虚弱的母亲 在占领期间勉强活了下来 但老人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尽管该地区再次回到了乌克兰的手中 但他仍然回到了他儿子在花园里挖的避难所里躲藏 我每天都在哭 他们杀了我的儿子 尼那说 他们拿走了我所有的鹅 甚至是我妈妈的床单 尼古拉说 村子里有很多山羊 他们也都吃光了 网上有些人不甘心鹅爹失败 还在鼓噪让鹅狠狠打 抱怨乌军不该在哈尔科夫地区反攻 不该俘虏和缴获那么多俄罗斯战争资源 抱怨美国和西方国家拱火 让战争停不下来 谁都明白 要让战争停止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所有俄军撤到1991年边境线的东面 为什么他们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 说到底 这些人不是蠢 而是没有良心 要是让这些人心满意足 所有乌克兰人要么成为尸体 要么成为奴隶 如果这一幕发生 那么全世界都输了 我们接着讲讲战区范围内的 一些新闻和消息 好消息是 据说这枚导弹 已经成功送达俄罗斯那边了 武军总司令扎卢日内 发布了一张合照 是他和乌克兰防空导弹部队 一位BAC防空系统指挥员 亚罗斯拉夫梅尔尼克的合照 据说现在捐一定数量的钱 给乌克兰的战争基金会 就可以获得一个福利 你可以在炸弹或导弹上写一句 你想对俄军说的话 这个业务太棒了 一位匿名人是捐出了1万美元 换取在GM-88哈姆反雷达导弹上 写一句 臭的雷达 然后帮他去写这句话的人 很贴心地用俄文写的 梅尔尼克指挥 这辆布克导弹车 至少击落28具俄罗斯飞行器 拯救了地面无数军人和平民 它的战绩当中 包括两枚导弹 两架直升机 11架不同类型的战机 和13架无人机 根据国外一些团体的统计 自2月24日以来 俄乌双方损失的 大型作战飞机的数量 大概是这样的 俄军损失55架固定一战机 其中53架被毁 含一架SU-35S 13架SU-34M 11架SU-30SM 22架SU-25 7架SU-24MMR 一架未执行号战斗机 还有两架受损 俄军损失的直升机有 12架米8 3架米24P 5架米35兆 6架米28 16架卡夫52 6架未知型号直升机 俄军损失的无人机有 各种型号 共计125架 其中 欧尔兰-10 就有82架 乌克兰损失42架固定一战机 全部是被摧毁 含12架米G-29 5架SU-27 12架SU-25 11架SU-24M 一架L-39 一架未知型号战斗机 乌军损失的直升机有 3架米2 8架米8 1架米14 1架米24P 1架米24 乌军损失的无人机 共计32架 两国空军的力量 原本相差悬殊 但乌军硬是 凭着自己的顽强抵抗 让俄空天军 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陷入百烂循环 而乌空军却越战越勇 目前美日平均出击次数 竟然超过了俄空天军 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乌克兰一定会获得 此战的最终胜利 反观俄军那边 情绪被悲观笼罩 不想上战场的人层出不穷 据说现在拒绝的人 照片就被贴到厕所里 小便池上方 也不知道这种办法有没有用 说不定来小便的人 上完厕所也不想上一线了 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今天韦鲁干斯克总检察长 谢尔西哥连科的办公室发生爆炸 他的副手卡特里纳斯特格连科和他一起挂掉了 除掉屋间的行动今天不止一起 在被占领的比尔江斯克 住房和社区服务军事管理副局长 奥列赫薄伊科和他的妻子柳德米拉 被杀 后者领导了公投城市选举委员会 可惜目前还没有照片 讲完哈尔科夫和整条战线上的一些新闻和消息 我介绍一下 过去24小时乌军在北线哈尔科夫和顿巴斯战线的总体情况 除了巩固 修整 补充外 乌军继续在哈尔科夫州区域和卢干斯克州边界 开展有限的反击行动 具体来说是两点 第一 在奥斯基尔河一线 有消息称乌军主要注意力放在巩固防御阵地 建立基地 建设炮兵阵地这三个方面 但也有小部队和侦察兵 频繁越过奥斯基尔河进行攻击和侦察 第二 斯拉维扬斯克东北面 乌军进攻占领了莱曼以南的迪布罗瓦镇 重新控制了塞福尔斯克东南部的斯布尔斯皮恩镇 这些地方的情况表明 乌军在19母以北部分地区主要采取手势 部队得以修整和补充 同时陆续解放备战地区 在19母以东部分地区仍在积极进攻 试图寻找俄军现在防线上的薄弱点发起突击 但也有观察家认为 俄军在奥斯基尔河东岸的防御力量似乎很薄弱 防御阵地也并非紧贴着奥斯基尔河 那么 未来很近的日期 乌军是否会发起另一个行动解放这一地区呢 我们拭目以待 其次 在南线 今天战况没有太大的起伏 两军战线没有明显的变化 关于赫尔松市区西北面 机械利夫卡被占领的消息 依然没有得到确认 当天的主要战斗在三个地方展开 分别是一 赫尔松西北面 二 因湖列祠河南面乌军桥头堡附近 三 维索科皮利亚之前不久解放的 还记得吗 西南面 在南线 乌空军依旧活跃 在过去的24小时里 针对俄军集结点 发起了18次空袭 有力支援了地面作战 在今天文章的这一章节 我们探讨下俄罗斯一侧和西方阵营一侧 对战争的不同态度 一 由于战场不利 卡德罗夫逐渐沦为笑柄 他总是夸大战场上俄军优势 让受众以为俄军强大无比 但是战争持续了那么久 而且俄军表现逐渐拉垮 受众最后发现小丑竟是俄军自己 搞得非常尴尬 他最近先是以退为进 说是想辞职 然后那个人就安抚他 给他一个全俄民兵总司令的头衔 于是他继续卖力地为战争 为那个人吹拉弹唱起来 昨天 卡德罗夫呼吁所有联邦主体 启动自我动员 鼓动每个联邦招募至少一千名军人 他的号召得到几位忠于克里姆林工的的 俄罗斯州长的公开支持 俄罗斯任命的 备战克里米亚的负责人 目前已经逃到俄罗斯本土的 谢尔盖阿克肖诺夫宣布在半岛上 组建两个志愿营 以支持卡德罗夫的呼吁 但是卡德罗夫的拱火除了战争停不下来 除了让俄军死更多人之外 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二 乌克兰这边 早已不怕俄罗斯军队的威胁 最近随着哈尔科夫反击的成功 形势更加向好的方面发展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前天说要再度访问乌克兰 昨天就到了基辅 泽连斯基向他授予 一级贤责亚罗斯拉夫勋章 看来车祸并没有让泽连斯基受伤 冯德莱恩感谢了勋章 并称赞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勇敢精神 指出这一成功不仅提高了乌克兰人民的积极性 也提高了乌克兰朋友的积极性 冯德莱恩感叹 欧盟将永远无法平衡乌克兰人民 因这场战争而遭受的伤害 但是将一直支持乌克兰 他的原话是 我们将永远无法补偿 你们所做的事情 以及你们为民主 为人类 为尊重国际法而进行的斗争 但我们可以告诉你 你们的欧洲朋友与你们同在 并将在你们需要时 一直与你们在一起 人总是在不经意间 流露自己内心的柔软 经历了去年 堪称史诗级崩塌的阿富汗撤军后 登子的内心也需要一些抚慰 争气的乌克兰人 无疑没有辜负登子的期望 当他给这笔6亿美元的援助签字时 是不是感觉到了利透之辈 四 鼓励德国向乌克兰输送鲍尔坦克 和黄鼠狼步兵战车的努力 似乎又一次失败了 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 周四在2022年联邦国防军会议上宣布 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50辆 丁狗野狗反地雷装甲车 他认为这些装甲车将为保护乌克兰士兵 做出重大贡献 但是很遗憾 没有鲍尔 也没有黄鼠狼 兰布雷希特还宣布 将向乌克兰交付两套新的MARS-2和200枚匹配的火箭弹 为此 车组人员的培训将于最近再次在德国进行 三 据白宫新闻处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已下令向乌克兰分配价值6亿美元的新一篮子军事援助 具体清单还有待国防部公布 但是据猜测 应该含有HIMARS弹药 夜视系统 排雷设备 炮弹和其他设备 还有培训乌克兰军人 前几天记者问登子 你知不知道乌克兰人在哈尔科夫的反击很成功 登子笑而不语 转过身去 然后给记者留下一个右手伸出的大拇指 丁狗 野狗 是一种轻型轮式装甲车辆 用于巡逻和侦察 野狗和它同重量等级的其他装甲车一样 都可配置不同的车载武器 虽然乌军确实很需要轻型人员载运车辆 但谁都明白 基辅真正想要的是鲍二 兰布雷希特在讲话中 恭维了乌军最近的成功 还说这一胜利 清晰地显示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多么的重要 但遗憾的是 鲍二还是不肯给 即便乌外长库勒巴 在与德国外长一起出席记者招待会时 几乎是内涵着 请求德国提供重型坦克 即便是德国防长兰布雷希特 自己也声明 应该给乌克兰提供鲍尔和黄鼠狼 但是没有就是没有 兰布雷希特宣布 德国即将完成与希腊的环形交换 40辆经过莱茵金属公司翻新的黄鼠狼步兵战车 很快就会抵达希腊 然后40辆 经过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改装的苏质BMP-1步兵战车 将从希腊运到乌克兰 另外 上周 德国又向乌克兰移交了4套猎豹防空系统 使交给乌克兰的同款防空火炮数量达到了24个 还有6辆正准备运往乌克兰 迄今为止德国对乌克兰的军援总数 约12亿美元 与其国力不成比例 德国的态度耐人寻味 即便乌克兰已经证明了其有能力抵御俄罗斯看似强大的军队 德国人不给报二 即便乌克兰又证明了能把俄军打得满地爪牙 德国人依然不给报二 即便已经储备了足够度过这个冬天的天然气 即便俄罗斯已经给德国断了气 但德国人就是不给报二 恐怕德国政要心中最恐惧的还不是俄罗斯 因为兽人有乌克兰在顶着 打不到德国 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德国人真正恐惧的是 获得独立和自由之后的乌克兰 经过这场战争 乌克兰人的优秀素质和团结一心 把德国人给吓坏了 他们害怕乌克兰在战后重建中 会给原有的欧洲格局带来冲击 老迈的德国和法国二元结构 禁不起年轻而又充满朝气的乌克兰 及其周边波兰 捷克 波罗的海三国等小伙伴们的抱团 发展带来的冲击 德国人真正的担心 是会不会失去欧洲老大的位置 为此不惜一切办法 拖延和回避支援乌克兰重武器 想让战争打得更久一些 想让乌克兰人的血流得更多一些 将来恢复得更慢一些 五 虽然德法的态度是如此让人寒心 德还好一点 至少陆续再用黄鼠狼交际援助 BMP-1了 法国给了两匹凯撒以后就好像觉得自己的战争责任已经尽完了一样 莫不作声 但在大洋那边 对乌克兰的援助依然一如既往 最近 美参院共和党领袖 重量级参议员知名不惧 呼吁向乌克兰提供Attacks导弹和坦克 他指出 乌克兰人需要提供更多武器 需要更快地开始获得武器 还需要新的能力 比如射程更远的Attacks 大型无人机和坦克 他还指出 乌克兰军方迅速整合了 Himors核标枪 毒刺导弹等先进系统 西方在把这些武器交给合适的人方面犹豫不决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果登政府和欧洲合作伙伴早些时候提供这些工具 恐怖就可以避免 说得真是太好了 既重肯又及时 而且很有针对性 考虑到说话的人是重量级参议员 且乌军心胜 说不定下次白宫的态度会有不同 今天文章最后部分 分析一下战争走向 一 随着战争持续 俄军越来越不像是能够取得胜利的样子 教宗方济各周三表示 上帝不会引导宗教走向战争 这是对俄罗斯东正教墓首基里尔的含蓄批评 基里尔支持战争 起到了很坏的影响 但战争越来越不得人心 总有一天不易者会自搬自砸的 二 前不久俄罗斯九加诺夫这个人的头衔整个都是敏感词 所以就不介绍其头衔了 号召国家全面动员后 九成以上俄罗斯网民反对全民总动员并咒骂他 总结起来一句话 老东西 要去自己去 三 俄罗斯老百姓反对总动员不仅是因为不想放弃温柔窝里的快乐生活 更是因为俄军节节败退 前线的失败明显已经影响到俄罗斯境内居民的想法 昨天一个瓦格纳雇佣军工作人员在监狱向犯人们发表演说 鼓动他们加入瓦格纳去乌冬打仗的视频刷屏了 在俄罗斯也引发了很多讨论 很多人说这样的做法让人极度不适 但今天瓦格拉老板站出来回对说 那些反对囚犯上战场的人 可以将你们的孩子上战场 这是你们自己要的决定 这貌似确实有几分道理 俄罗斯大城市居民 肯定不舍得让自己孩子到顿巴斯去死在污泥里 俄罗斯国内现在还算太平 正是因为没有启动总动员 死掉的俄联军多数是边疆少民和卢顿炮灰 这些人在主流俄罗斯社会中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 死了也不过是数字上的一点点小变化而已 但如果征兆扩大化或者干脆总动员 死的是莫斯科彼得格勒这样大城市居民家的孩子 不知道闹成什么样了 这也是为什么那个人迟迟不敢发动总动员的真正原因 4.开战以来 一扇又一扇的门和窗户对着俄罗斯重重地关上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给了俄罗斯红色标识 这个事件已经得到俄罗斯航空官方网站的确认 国际民航组织 ICAO将其对俄罗斯试航类标准 实施效率的评估下调至77.4% 实际上 这意味着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可以拒绝俄罗斯飞机使用其领空 因为来自俄罗斯的飞机不安全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 在一国领空内发生的任何事故或灾难 应由该国当局负责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是有187个国家地区成员的航空安全组织 俄罗斯原本想冒险进兵 在全世界反应过来之前重塑帝国余晖 现在全世界反应过来了 俄罗斯肯定会失败 并且让自己再失去至少20年 文章的最后 我还想聊聊卡路山同学 今天美国宣布制裁一批俄罗斯高官和家属 其中就包括卡德罗夫的三个妻子 和三个大女儿 当了土皇帝那么多年 其实卡路山非常有钱 怪不得要鼓动别人家的孩子去打仗了 观察卡路山最近一段时间的言行 无非就是以退为进 煽动舆论试图浑水摸鱼 跟唐太宗末期安路山的做法一样一样的 看似是效忠 是出谋划策 其实全是为自己 不视为俄罗斯 他的言论无非就是让这场战争持续下去 自己好劳到更多利益而已 将来总崩盘的时候 他两手一摊不用负什么责任 苦的是老百姓 但是 你也没办法责怪他 或者责怪这样的人 当卡路山的老大 做决策只想着自己 不顾及国家长期利益的时候 手下全是这种货色 就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 战争还没到冬天 能源将军还没有抽打欧洲和乌克兰的时候 俄阵营和周边卫星国已经乱套了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火拼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又大打出手 说明老大已经阵不住场子了 接下来谁也不服谁 没人管没人劝 很容易演变成大乱 眼下 有的人已经是坐在火山口了 军事失败 经济失血 政治失序 外交失和 俄罗斯已经在泥闹中陷得很深了 克里姆林宫现在最大 也最有现实意义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立即弹劾 在事情没有变得更加糟糕的时候 尽快退出卢顿和克里米亚 少死一些人 少流一点血 虽然这将导致 现有顶层人物大洗牌 但估计这些人中的大部分 还能活着看到五年后的天空 如果不选择这条道路 铁了心要把一条道走到黑 那就离火山喷发不远了